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系统的学一下案例分析到底是一个什么 因为我们说今天老师站在这主要是干嘛的 主要就是来帮助大家做案例分析题的 我会一点一点给大家说 那我们说要讲案例分析题的话 首先要怎么样 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案例 有东西会说老师啊 我不想知道什么叫做案例 我就想知道案例分析该怎么做题 那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要在这里讲着一个看似好像非常多余的东西 也就是说什么叫做案例 那我们来回想一下 我们说从上小学上到初中上到高中 甚至上到大学 甚至是你上到了研究生怎么样 哪当你认识一个新鲜事物的时候 老师都会告诉你什么呀 告诉你一个这个新鲜事物的定义 它的含义是什么 它的目的在干嘛 我们说拿到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只有深刻的认识到它是什么 我们怎么才 我们才能去生活中去应用它 或者是怎么样 利用它来进行解题 所以说我们说案例分析的定义 它也很重要 因为它会告诉我们案例 它在我们的卷子上到底是一个什么 我们首先看第一句话 案例是一个富有深刻道理的实际故事 那我们看 首先看到这一句为止 我们看看到这一句之后 我们知道案例是一个什么 我们知道 看完第一句之后 我们应该都能知道案例是一个故事 对不对 那我们来说一下 既然它是故事 那我们来想一下 故事都有哪几大特征 那我们说故事都有什么呀 故事都有起因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经过 最后有一个高潮 然后得到了一个结果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比我们的案例 我们的案例是不是也具有故事这几大特征呢 那我们看首先是什么呀 故事的起因 起因对应的什么呀 案例是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背景呀 我们说这个背景 是不是就是我们故事的起因 然后有冲突有问题 那我们说这个冲突和问题 是不是就构成了什么呀 构成了我们故事的怎么样 经过和高潮对不对 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什么呀 得到了一个活动方式和结果 那我们看对比一下 我们说案故事的四大特征 我们案例都有 这就说明什么呀 更加肯定了我们的案例分析 它就是一个故事嘛 所以说有同学一直觉得做案例分析非常非常的难 有什么可能的呀 对不对 我们就当我们在什么呀 再读故事就好了嘛 是不是 就比如说你看拿到一张卷子 然后刚开始做题的时候都很紧张 然后看到选择题的时候 呀 不会做 看到简单题的时候 还不会做 这时候头大了 是不是 然后哎 做到案例了 怎么样 读一个故事多有意思 是不是帮大家缓解一下气氛 所以说我们说案例分析一点都不难 它就是在给大家讲故事 那我们说除了给大家讲故事之外呢 它还怎么样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它跟故事还有一点点的不同 在哪里 主要就是在这里 案例怎么样 它包含着大量的理论成分和显示因素 什么意思 我们说 案例分析摆在这 它不 它不 不只是给你讲一个小笑话 不仅是为了怎么样 缓解你的气氛 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呀 来考察你对理论知识的应用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在怎么样 在进考场之前 是不是背了很多的理论知识 比如说教育学呀 心理学呀 新课改呀 法律法规呀 职业道德呀 等等等等 这些理论知识 我们背好之后怎么样 如何应用在实际生活中 如何怎么样 成为你作为一名优秀老师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好的帮手 是不是就是在案例分析来体现啊 你说就是 它是帮助你啊 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它是来帮助你更好的运用怎么样 运用你的理论知识 所以说我们的案例的目的怎么样 也是这样 需要怎么样 大家用大家的理论成分 用大家的理论知识来进行对这个案例分析的故事 进行一下分析 所以说它还具有怎么样 较高的讨论和研究价值 它需要我们进行一番讨论 进行一下分析 然后对这个案例中的一些做法 一些行为进行怎么样 进行讨论和研究 我们看 那讲完这里 我们是不是对案例分析 大致有了一个了解啊 是不是 我们说案例分析是什么 案例分析就是一个 就是给大家讲故事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它需要用 讲完故事之后 它需要我们怎么样 运用我们的理论知识 和怎么样 掌握的一些教教学心理学的知识 来怎么样 来进行分析 来帮助这个案例中的一些老师做法 来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说这就是案例 那我们接着往下 接着又说了 什么叫做教学案例分析 那我们看 这里所说的教学案例分析 是不是就是怎么样 就是需要我们用教育学上的知识 心理学上的知识 跟我们教师怎么样 所要掌握的基本理论的知识 来进行解决这个 来解决这个案例 因为我们说案例分析 不仅仅只有招教考试里面 有案例分析 是不是 我们说考法律的也有 考公务员的也有 但是我们招教考试里面的案例分析 跟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呀 同样是在讲故事 但是怎么样啊 讲完故事之后 他们可能用的是法律知识来解答 或者是用公务员的其他知识来解答 但是在教育教学里面啊 我们只能用教教学理论来解答 那么什么叫做教教学理论 那我们说我们山江那本大后书里面 是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怎么样 都是在阐述什么叫做教教学理论 所以说我们的教教学案例呢 就是用那些理论知识来进行解答 那我们看啊 案例的定义知道了 案例 教教学案例知道了 我们看啊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教教学案例的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在世界中必须包含 有一个或多个的疑难问题 同时怎么样 也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理念和方法 那我们看 这里其实就强调什么呀 强调我们的案例是怎么样 它是来源于 它里面包含有多个疑难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拿到一个案例 它是让我们干什么呀 让我们帮助这些老师来解决这些疑难杂症 解决这些疑难问题 所以说我们的案例 不仅具有这个特征 还具有以下这一个特征 也就是什么呀 典型性 这些世界一定怎么样 具有一些典型性 通过这个时间可以给怎么样 人带来许多思考 带来若干 遇到同样或类似事件时 应如何处理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也就是说典型性 它强调什么呀 一说到典型性 那我们说不得不说案例的 它有三个来源 那我们来说第一个来源 案例主要来源于哪里 我们说案例来源于什么地方啊 案例第一个最主要的来源 就是来源于我们一线教师的实际生活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每年呢 我们的教教学专家都要怎么样 到各地进行访问 那去一个地方怎么样 他都会和当地的老师啊 或是当地的校长啊 当地学生进行交流 交流什么问题 他们就会问老师 你们在教教学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啊 是不是 他会问这些问题 然后老师怎么样 老师就会把自己最近在教学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疑难学生 疑难问题 怎么样 全部反馈给我们的专家 那好 我们专家每到一所学校 是不是就收集了一些案例 那我们说这样一圈子转下来 我们的专家手里 是不是就收集到了很多很多的案例 那么说对于这些案例应该如何处理 那我们说怎么样 我们专家会挑选出那些反应共性问题的 也就是说反应怎么样 典型性问题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怎么样 拿出来是反应大多数老师 大多数同学都会遇到的问题 而不是怎么样 而不是说只是你某一个学校的某一个学生 或者是某一个老师遇到的一些独特的问题 我们说它是一些共性的问题 我们说这些共性的问题拿出来怎么样 经过整改之后放在我们的卷子上 就变成了我们的一道案例分析题 所以说怎么样我们的案例分析题 第一个来源就是来源于 一线教师的实际生活 怎么样我们常说艺术是怎么样 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那我们说同样我们的案例分析题 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那接着我来说案例的第二个来源 案例除了来源于一线教师的实际生活之外 它还有可能来源于什么地方啊 来源于怎么样 我们当今社会的一些热门新闻 所以说怎么样 从大家听到我这节课之后怎么样 到你考招教的一段时间里面 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去关注一下一些新闻 那么说关注什么样的新闻 我们说关注和教师和教教学 和学生有关的所有的新闻 这是需要你关注的 而不是去关注什么呀 不是去关注一些明星的新闻呀 花边新闻 那些不需要我们关注 我们去关注的是 跟教师有关的新闻 我们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案例是这样 有一个新闻是这样子说的 比如说一个小孩放学回家之后 怎么样 要写作业了 但是怎么样 他坐在凳子上 问了半天 就是好像要坐下来 他依旧不敢坐下来 这时候爷爷都发现问题了 然后就问了半天 问他怎么回事 然后他怎么样 吱吱呜呜说不清 然后 说了半天之后怎么样 原来是这样子的 他在学校由于怎么样 没有回答出老师课档上 所布置的一些问题 以至于老师怎么样 对他进行了惩罚 怎么样惩罚呀 就是怎么样 拿主板打他屁股 也就是说他的屁股就怎么样 当他爷爷看到屁股之后 就心疼的不得了 这么变得紫红紫红色的 所以他怎么样 他回家写作业的时候 才不敢坐下来 那我们说 类似于这样的事件 这样的新闻 我们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下关注呀 因为他反映了我们什么呀 当今社会一些教育现象 和一些教育的弊端啊 一些疑难杂症 所以说这是案例的第二个来源 来源于当今社会的一些热门新闻 因为他很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招教考试里面 那接着第三个来源于哪里 我们说第三个来源 来源于什么呀 来源于一些著名的报刊杂志 为什么说来源于著名的报刊杂志 那我们来想一下啊 我们说在第一个来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说专家每到一所学校 就会收集一些典型的案例呀 那么说 转下来之后 专家手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很多很多的事件 那么说他拿到事件之后 他会进行怎样处理 我们说怎么样 他会汇总之后怎么样 写出一些论文 那么说写出论文之后 他当然要发表在杂志和报刊上 对不对 那么说如果怎么样 他写的这篇论文 刚好反映当今社会的一些 教育教学的现象 我们说很有可能 他论文中的某一段 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卷子上 这是我们卷子案例的第三个来源 那么说第三个来源 他不经常考 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不会考 我们要平常在读报刊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 那么最主要的还是来源于前两个 一个就是老师的实际生活 另一个就是热门的新闻 那么说这三个来源 都构成了我们案例的第一个性质 也就是典型性 那么说案例 既然案例具有典型性 那我们在答案例分析体的时候 我们的答案是否也具有一些特征呢 我们看这句话 他是不是说怎么样 带来若干个遇到同样类似的事件时 如何应对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也就是说怎么样 由于我们的案例具有典型性 所以我们在做案例分析体的时候 我们的答案要怎么样 也要具有这样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所以说要求我们答案怎么样 也需要具有以下这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 可指导性 比如说可指导性 也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的案例需要能够值 我们的答案需要怎么样 放在卷子上之后 需要能够帮助和指导 这个案例中老实的这些做法 也就是说怎么样 告诉他 你这样做是正确的 你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而且要怎么样 要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做 让他知道怎么样 我们用我们的教教学理论 告诉他怎么样 你这样做是正确 这样做是错误的 所以说答案的第一个特征 就具有可指导性 也就是说帮助这个老师 指导这个老师的特征 接着我们说第二个特性 第二个特性叫做可操作性 什么叫做可操作性 有同学说了 老师你看我就考个招教 我也不想干什么事情 为什么还要具有可操作性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由于我们的案例的来源 是不是来源于 它的来源很有特征啊 什么呀 它是来源于一是什么呀 实际生活 二是热门新闻 三是怎么样 报刊杂志 那我们说这三个来源 都是来源于 其实都是来源于什么呀 都是源于生活中的 所以说这就要求我们答案 给出来之后 是确确实实能够真正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的 而不是说怎么样 我的答案放到那 非常的完美 但是实施的时候 却无法实施 无法应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我们说这样的答案 我们也是不需要的 也就是我们的答案需要怎么样 具有可操作性 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 那接着我们说第三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叫做什么呢 叫做可推广性 可推广性 我们也可以说是可复制性 我说说说到可推广性 我们又要看这一句话了 我们看 它是不是要求怎么样 我们的案例具有借鉴 和借鉴意义和价值 那同样我们答案给出来之后 也要怎么样 也要具有能够解决 同样的类似的案例的意义和价值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答案给出来之后 不仅可以解决 这篇课文中 案例中老师的做法 而且怎么样 如果遇到跟这个老师的做法 同样的做法的时候 我们的答案依然可以解决 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怎么样 万能模板的来源 也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的一个答案可以解决很多种 类似案例的问题 我们说这是需要我们答案 所具备的另一个特征 也就是可推广性 所以我们看 答案具有三个特征 可指导 可操作 可推广 案例也具有三个特征 一个是来源于实际生活 二是来源于热门新闻 三是怎么样 三是来源于报刊杂志 所以说这些一统 就决定了我们的案例的典型性 所以说案例的典型性很重要 只这一点 那接着往下看 第四个 教育理论的学习 与教教学案例分析 有什么样的关系 也就是说 这句话通足的理解是什么样 也就是说我们所学习的教育理论 和案例分析到底存在的怎么样的关系 那我之前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它是来辅助我们 帮助我们来解决案例中一些问题 然后帮助我们怎么样 来给我们提供一些理论依据的 所以这里我不多说 接着往下看 我们说做案例分析题 不仅要掌握它什么样 它的定义 不仅要掌握它的性质 不仅要掌握怎么样 它的一些理论 同时更重要的是什么样 我们要知道 它放在我们的卷子上之后 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考的 因为我们说 只有把这些 把案例的根都挖透了 我们怎么样 我们到考场上 不管拿到哪一道案例题 它怎么样 都是我们之前准备过的 是不是 都是跳到我们的碗里来的 所以怎么样 我们要知道一下 案例的 在考场上 它都考哪些题型 我们说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案例特征上 可以来分的话 我们分为两种 一是描述评价型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描述评价型 你看 按例分析题 只描述解决 某种问题的全过程 包括其实际后果 不论其成功或者是失败 这样的试题要求怎么样 考生提出具体的分析意见和改进意见 以测试应考者对基础教育知识的 怎么进行判断和剖析的能力 那我们看 其实它的重点是在这里 我们说描述评价型 这一类的案例 它在案例中呈现的时候 是怎样来呈现的 我们说在这里 首先它会出现一种 教授和学生出现一种状况 就比如说刚刚那个活泼的水 我们说出现状况之后 出现了学生悔 提出一个怎么样 新颖的问题之后 老师进行了处理 我们说在描述评价型里面的话 它是老师对这个学生的问题 进行了处理 然后需要我们怎么样 我们来做的是 对这个老师的做法进行评价 看他做的是好还是坏 一说在这类题里面是什么呀 老师是已经有了应对措施 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呀 对他进行分析和评价 所以换句话来说 也就是什么呀 事后诸葛型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二种类型叫做分析决策型 那么分析决策型跟描述评价型相对应 所以说这里就强调什么呀 案例分析中只介绍某一个 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看待解决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被解决 只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拿那个活泼的水来说 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待解决的案例 到哪为止 是不是就是学生提出了什么呀 湖泊里的水很活泼 到这里是不是 之前的都是一个待解决问题呀 老师该到这里之后该如何进行处理 如果你是一位老师的时候 你该怎样做 这就是我们分析决策型 我们说它是什么呀 是事前参谋 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里面 老师还没有给予解决 所以说在答这类问题的时候 一般问题是这样子分 就是什么呀 如果你是这个老师 你应该如何做 而答描述评价型的时候 他的问题一般是什么呀 是请你对这位老师的做法 进行一下平息 我们说这是这两类问题的一个区别 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是什么呀 老师还没有进行解决 需要让你来解决 而上一个问题是什么呀 需要用你需要你用你的理论知识来评价这个老师的做法 是这两个啊 那接着我们看下一种 下种是从表现形式上来分类 我们说 从案例的特征来分类的话 一个是描述评价 一个是怎么样 分析 那接着我们看 从表现形式来分的话 我们看 首先第一个叫做叙述型 什么叫做叙述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呀 读一下 在作文中 老师按学生不同水平 分成几个等级组 定出不同的要求和评价标准 学生自动对号入座 如C组的标准是怎么样 语言通顺 符合要求的同学得高分 不少同学高兴的说 我作文在小学里经常不结格 今天老师给了我打了个一百分 我觉得学好作文还是有希望的 老师又及格 又及时的给予鼓励 这些达标同学继续向B 向A级进军 那我们看 这里 所阐述的一个是什么呀 它其实就是怎么样 它是不是以一个第三人称的形式 帮我们叙述了一个什么呀 叙述了一个案例的故事 叙述了一个课堂教学中发生的状况 叙述了一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我们说以这种第三人称的 给我们讲故事的形式呈现的呢 我们就称它为是叙述型 那我们说叙述型 在整个案例分析中 它考试的比例占到了80%以上 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例分析题呢 都是叙述型的题 那我们接着看第二类叫做片段型 什么叫做片段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感知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案例的第二种表现形式 也就是片段型 那我们看片段型 它是以一个怎样的形式来呈现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整个案例啊 从教学过程开始 首先是不是老师说了一句话 说请大家读这篇课文 你们读懂了什么 然后学生回答老师 然后老师又回答学生 我们看以这种老师和学生对话的形式 来呈现的案例呢 我们就称这种案例为片段型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和学生都要进行对话 对不对 就是我要提问你 我要跟学生进行互动 我提问你 你要回答 或者这种互动的过程 是不是 我们看 从中截取一个片段 放在我们的卷子上 这就可能变成我们一道案例分析题 它也就是我们的片段型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什么呀 我们整个教学实录中截取出来的一部分 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种类型 叫做比较型 我们看 这种案例一般都会出现 怎样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在这种比较型的案例中呢 一般都会出现两名老师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天有两个 突然从窗外传来了一声 嘀嘟嘀嘟的声音 然后这个声音怎么样 犹如巨石落水 一般怎么样 顿时教室里喧闹起来 接着像有谁下了一道命令 向左看起 所有同学都向左边看 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怎么还没等老师喊话 然后坐在窗边同学已经站了起来 趴在窗台上怎么样 朝外看 这时候教室平静之后 我们看这里是不是出现了 这里有一个A老师 我们看A老师是怎样做的 A老师灵机一动 便放弃了原来的教学内容 而让同学把刚才所见所闻所想写出来 说出来 结果同学们各个情绪高涨 说的头头是道 写的也很精彩 乐的老师怎么样 满脸堆笑 接着我们来看下面 这是不是有一个B老师啊 我们看B老师是如何来做的 二班的B老师面对以上的情景 板起脸来 维持距离让同学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继续原来的教学 而学生去于心为止 然后沉浸在刚刚的气氛中 不能自拔 B老师不愿意放弃原来的教学内容 否则认为自己怎么样 没有完成应 应有的那样教学任务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整个一篇案例里面 是不是出现了两名老师 一个A老师 一个B老师 那我们看他两个做法是怎样 我们说他两个做法是完全相反的 其实A老师就代表是什么呀 代表的是我们新课程理念下的一种新型的老师 而B老师代表的是什么呀 就是那种古版的 呆版的 死版的老师 我们说这就是在比较型案例中常常出现的类型 也就是说他会出现两个老师 然后这两个老师通常怎么样 他俩的做法可能是相同的 也可能是不同的 如果是不同的是怎么样 一个老师必定代表的是新的老师 也就是新课改理念下的老师 而另一个老师一定是古版的呆版的老师 我们说这样的类型称之为是比较型 那我们说在做这种比较型的类型的题的时候 也跟做其他题是有一些不同点的 因为我们说不管A B老师的做法相同或者是不同 都怎么样 我们说他都是针对于一个原则点来说的 也就是针对于一个原则点 A B老师做法的相同或者是不同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说这里 我们看A老师面对这样的情景 是不是放弃了原来的教学内容 而B老师怎么样 坚持自己的教学内容 否则怎么样 认为没有完成教学任务 我们说他们做法不同 他们的不同点 是不是就针对的是一个点呀 所以说我们在答这种案例的时候 写这种案例的答案的时候 写原则点的时候要怎么样 A B老师只写一个原则点即可 不需要把A B老师分开进行来分析 你也会很麻烦啊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四种类型 第四种类型呢 我们称之为是漫画型 我们说这种漫画型的题呢 它虽然考的不多 但是他也不能说是不考 我们说考这种漫画型的题需要大家具备一种能力 我们说其实说怎么样 漫画型的题它相对于前三种类型 也就是说相对于叙数型片段型比较型 它是比较难的一种类型 为什么呀 我们说你拿到这幅图的时候怎么样 它上面有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对不对 所以说就要求我们大家具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你首先要把这两幅图看明白 对不对 你说你别图都看不明白 你还怎么来做题呀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怎么样 这个圆圈里面 画了各种各样的形状 什么三角形 长方形 圆形 正方形 梯形 等等等等 是不是 然后下面写的是什么呀 开学了 那我们看毕业之后怎么样 毕业了 圈里面都变成什么呀 都变成了清一色的圆形 也就是说怎么样 这说明我们的学生在开学的时候 进学校的时候是性格各具特征的 各具差异的 是不是 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经过我们怎么样 六七年七八年老师的摧残和蹂躪之后 又变成什么呀 就变成一模一样的了 也就是所有的学生 不管你之前是怎么样 来了之后就放在这个模子里面 是不是 好你成长吧 自己成长 成长个七八年 好出来了 都一模一样 这就说明什么呀 说明当今现代 我们的教育缺乏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创新性啊 也有同学可能说 除了创新性还缺乏什么呀 缺乏针对个性进行教育 那我们来看 针对个性教育 我们用一个原则点来说是什么呀 就是因才施教 所以说我在讲课之前 是不是还告诉大家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呀 还告诉大家是什么呀 我们要把我们的大白话怎么样 转化成什么呀 转化成专业用语 比如说这个创新性 比如说这个 因才施教 因才施教 我们说把我们的大白话呢 转化成这种专业的语言了 那这是漫画性的体 就是通过看图来分析体型 那接着我们往下看 图表数据型 那我们说图表数据型怎么样 它是通过呈现一种图表 我们说图表数据型 最简单 因为我们说 在我们的教学心理学里面 出现图表 无非就这几个 一个是什么呀 艾滨浩斯一望曲线 一个是伟纳归音理论 还有是成败 动机理论 也就是这三个图线 三个图表 这种图表呢 就考的时候 就直接从这几个点来回答 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大家进行一些苦衷 只要大家背讳 自己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我们看 这五种类型构成了我们什么呀 构成我们案例分析的 五种表现形式 那我们说 这些都明白了 也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已经把案例 最基本的东西都掌握了 也就是它的定义知道了 性质知道了 答案要求 答案的要求知道了 然后怎么样 表现形式出题方式也知道了 那我们看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讲一下 如何来做题了 所以我们看 这里就给出了我们什么呀 解答案例分析题的时候的一些策略 我们看这几个策略是分别是什么呀 第一个叫做整体阅读提取信息 也就是说你拿到一道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对这个文章进行一下阅读啊 阅读之后怎么样 你要提取一些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 那个活泼的水 读完之后 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老师面对学生说 湖泼里的水是活泼这个答案怎么样 提出了质疑 提出了不肯定 没有给予肯定 我们说这是不是就是这篇案例的重要信息呀 所以我们说 读完案例之后 我们要提取一些重要的分信息 然后针对信息进行正确的判断 最后怎么样 联系理论对号入座 联系理论 我们说联系理论是什么意思呀 我说在讲那道题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联系了什么呀 联系了新课程理念的五个观的理论 对不对 那我说联系这些理论来进行对号入座来进行解题 然后怎么样 针对要点具体分析 我们说一道题 我们会找出很多很多的点 对不对 就拿刚刚我们活泼的水的案例 老师是不是给大家列举了出了 从怎么样 从教育观 从素质教育观 从学生观 从教师观 从教学观 从评价观 这五个观 分别列出了一大堆 对不对 但是哪个才是要点呢 是不是 哪个才是这个题 要考察我们最重要的点 我们是不是要列举出来 把它写在我们案例分析题的最前面 所以说当列出理论之后 我们要找出最重要的点 然后怎么样 语言表述全面准确 也就是说怎么样 你看人家刚刚在看那个案例的时候 是不是 活泼的水的答案的时候 它是写的很完整 语言也表达的很准确 我们看 他先写的开头有一个总几段 结尾有一个总支段 是不是 整个案例下看下来像是一篇文章 好像是在写一篇作文一样 非常的完整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需要具备的一项能力 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案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然后运用怎么样 运用这五个方片来逐一进行分析 告诉大家怎么样 在做题的时候应该如何进行答题和分析 我们看一下 我是插声行列中的语言 我也曾努力过刻苦过 但最后都被一盆盆冷水浇得心灰意冷 就拿一次英语考试来说吧 我学英语觉得比上青天还难 每次考试不是个位数就是十几分 一次教师骂我是蠢猪 我一生气怎么样 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好 于是怎么样 我加倍努力 真的拿了英语的第一名 心想这次老师应该表扬我了吧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怎么样 老师一进教室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 这次你考得这么好 是不是超来的吧 听了这话 我一下子从头两道脚 难道我们插声就一辈子翻不了声了吗 然后看问题是怎么样 从什么方面啊 现行课程评价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 那么说提到课程评价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评价观 对不对 那我们来想一下 在学综合素质的时候 评价观要求我们掌握几条啊 评价观里面有四条 那这四条分别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条是什么呀 我们要淡别甄别于选拔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不能以学生的成绩 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我们要注重发展性的评价 那我们来看这个案例里面 这个案例是不是就是老师只注重了什么呀 只注重了是他的成绩 他是差生 他一辈子就是差生 是不是 没有看到他具有发展的潜能 所以说这是怎么样 评价观的第一条 也就是注重发展性的评价 第二点是什么呀 要怎么样 评价观的第二点叫做注重学生的个性评价 要怎么样 要进行评价主体的多样化 那我们看这个老师是不是也是没有注重学生的个性啊 我们看老师在对这个学生评价的时候 只是以学生的成绩 他成绩不好 并没有怎么样 从他的其他方面对他来进行评价 所以说这是第二条 那接着第三条 我们说评价观还要求什么呀 评价观除了要求 但别真别选拔 除了要求个性 还要求什么呀 要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 定性定量评价相结合 那接着第四点叫做自评与他评价相结合 我们说这是评价观的怎么样啊 评价观的四个内容 那我们看实际上运用于这个案例中只有哪几条案 第一条是不是但别真别于选拔 以及第二条什么呀 我们一直要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 注重综合性的评价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答案写的啊 首先我们看他这个答案就是怎么样 就是根据我们整个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五个部分 有五部来进行分析 我们看第一个是怎样分析啊 整体阅读提取信息 我们看通过案例可知词案例中展现的是由于传统的评价方式 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 诋毁骂骂给学生造成了创伤 并怎么样啊 而且学生违背老师是发展中的人的学生观 使学生经常处于沮丧和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那我说这是整个阅读 也就是说他是通阅读过整篇课文之后 得到了一个整体的感知 也就是说什么呀 这个老师首先做法是错误了 他没有看到学生的发展的潜力 但我们进行答题的时候 具体该如何来答呢 我们先怎么样 首先是不是要怎么样 针对信息正确判断 我们要首先判断一下老师的这个做法 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们看这里是不是老师的做法明显是错误 违背了怎么样 教育评价是 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作为教育评价的核心观念 也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对评价我们在进行评价学生的时候 我们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时候是怎么样 我们重视的是他的发展性的评价 重视的是学生的发展 看他有没有全面发展 有没有发展他的个性 是不是 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 而不是怎么样 不是只关注成绩 不是怎么样 不是培养基因 我们当代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基因 不是基因教育 而是为了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 与个性发展 还是那句话 那接着我们往下看 忽略了发现 并怎么样 发挥学生的优势的发展性原则 所以是错误的 所以说这里主要讲的是怎么样 就是给一个判断 对他进行一个判断 是错误的 那接着我们看 结合理论对号入座 这里是不是就要怎么样 要搜索我们头脑中都具有哪些理论 然后怎么样 把我们的理论逐一运用于我们的案例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评价功能失调 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 忽视了发展性的评价 这是不是就是评价官的第一个原则呀 是不是就是怎么样 要淡化甄别与选拔 重视发展性的评价 表现在学生身上就是怎么样 就是只关注学生考了多少分 排在第几名 甚至是关心学生考试中 反映出来的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所以说这里一点主要就是强调什么呀 强调我们的教育要淡化甄别与选拔 而老师在这里的做法是怎么样 只注重了甄别与选拔 只以学生的成绩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所以说它是不对的啊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条 过分关注活动的结果 我们看这里过分关注活动的结果 如学生的成绩 教师的业绩 学校的升学率 忽视了评价者在活动中怎么样 各个时期的进步状况和努力程度 我们看这个各个时期说明是什么呀 它就说明我们的学生是怎么样 发展中的人 你就说怎么样 某一个时期 它是会出现一些错误 是不是 它会犯一些错误 但它会不会改好了 它有没有发展潜力呢 它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 不能过分注重活动的结果 其实它还是在怎么样 还是以怎么样 以学生的成绩 为评价学生的 为标准 那接着往下看啊 第三个 评价主体单一 没有怎么样形成学生 教学管家 教学专家 家长等 共同参与交互式的评价模式 忽视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它像多项的价值 多项的价值 尤其是忽视了自我评价的价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评价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 要怎么样 自评与他评相结合 我们首先要自己 对自己进行一个很好的评价 同时怎么样 要关注怎么样 他人的共同参与 那这个他人是什么呀 他不只是怎么样 不只是教师 他还包括教专家 家长 我们说这些评价主体 都是可以对我们的学生 进行评价的 而不只是学生 而不只是教师艺人 来对学生进行评价 我们说怎么样 要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要多项的评价 要怎么样 不可忽视 除此之外 不可忽视 自我评价的功能 那好 我们来看第四点 他说是什么呀 评价标准 机械单一 过于强调 共性和一般趋势 忽视了学生和怎么样 学校的个性发展 和个体性的差异 那我们看 这是不是就是在强调 怎么样 我们评价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第二个特点 是什么呀 我们评价要注重学生的 个性发展 要怎么样 要综合性的对学生进行评价 而不只是 只看学生的成绩 不只是以学生成绩 作为评价学生的 唯一标准 那我们来看第五个方面 评价内容片面 过于注重学业成绩 我们说这个是不是跟前面很多条 都是重复啊 我们说评价内容重复 只关注学习成绩 只关注学习成绩 是不是就是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 也说只以成绩 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跟前面我们的 哪一条很相似呀 我们看 是不是过分关注结果 这一条很相似 所以说我们在写的时候怎么样 不要重复进行书写 那我们看第六条 评价方法单调 过于重视传统的直笔测验 然后怎么样评价方法不够 对新型的评价理解不够不够重视 我们说这里是什么呀 我们说这里跟前面所说的哪个呀 比如说评价要怎么样 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要怎么样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要怎么样要注重学生的发展性评价 然后怎么样要自评与他评相结合 我说这里跟前面强调都很像啊 直笔测验我们说这一条也跟前面是有重复的 接着第七条怎么样 忽视评价结果的反应和认同 使评价的激励 调控发展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那这是这几条啊 让我们接着往下 第八条 评价对象基本处于被动的被测验 被评判 自尊性和自信心得不到很好的处理 对评价往往怎么样 持一种冷漠应付对立讨厌 甚至是害怕恐惧逃避 甚至出现了怎么样 弄虚作假的行为 我们说这都是我们一些怎么样 老的评价方式 也就是说以成绩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以直笔测验为评价学生唯一标准 所出现的一种弊端啊 值一点 这个大家了解即可 我们接着往下 看第四个部分要怎么样 你说上一个部分怎么样 相当于是针对理论对号入座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理论来逐一进行分析 我们说在我们分析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找出那八条怎么样 我们只需要用评价官的四条来进行分析 评价官的四条具体是哪几条 我们接下来还会再简单介绍 那我们这里先大家了解啊 再看第四个部分 针对要点具体分析 那我们来看看 该教师违背了客观性的评价原则 这里是针对重要的点来进行分析 我们看违背了客观性的评价原则 什么叫做客观性的评价原则 那我们说我们大多数老师 大多数家长在评价学生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啊 都是以这种主观的态度来进行评价 就比如说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案例是什么呀 就是老师在开家长会的时候 让学生家长来写怎么样 在本上写出学生的优点和缺点都有哪些 也就是说这时候家长写的时候 学生的缺点写了一大六 也就是说什么不爱卫生 不讲卫生 然后性格内向啊 还有什么呀 在家不起早睡懒觉啊 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写了一大堆 但是写优点的时候 家长却怎么样 怎么都写不出来 我说这是不是就是没有怎么样 客观的对学生评价 我说每个学生 每看待一个学生都要怎么样 一分为二的来进行来对学生进行看待 我们既要看到他身上的优点 也要看到他身上的缺点 所以说我们不能只关注他身上那些弱点 那些短板那些缺点 我们更应该怎么样 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学生 那是这一点啊 接着往下 违背了科学性的评价原则 没有真正做到全面客观公正 错伤了学生的记忆性 更谈不上教学效果的提高 这个跟客观性很相似啊 比如说 接着往下 就是语言表述全面准确 也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在 答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找出点以后 对我们的语言进行一下整理 然后再进行针对 有针对的进行答题啊 这是第五点 那我们看啊 这主要 讲到这儿 我们说前面这一部分 主要就讲的是什么呀 讲的就是我们拿到一道题之后 我们做题的具体步骤 首先要对这个案例进行一个整体的感知 然后对怎么样 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 然后运用我们怎么样 运用我们的理论知识 来对号入座的对案例中的每一个做法 每一句话进行分析 其次然后第四条是什么呀 第四条就是对于重点的问题 我们要重点分析 我们说我们应该把重点的点 重点的条都写在我们答卷子上的什么呀 前三个部分 而不是什么呀 你罗列了一大堆 但是却找不到重点 比如说前面它是不是罗列了八条 但是有很多条都是重复的 所以说我们在罗列出来条之后 要对一些重复的进行筛选和整合 然后写在我们的卷子上 最后怎么样 语言表述 整好之后是不是要怎么样 把我们的语言写得完美一点 然后全面准确的打在我们的卷子上 这样一道案例分析题就形成了 那我们来往下看啊 接下来 这个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呀 案例分析的一些解题步骤和技巧 这是对第六个部分的一个再次的尝试啊 首先是什么呀 要认真审题 比如说怎么样 就是第六个部分里面的全面感知 然后要怎么样 认真分析题 分析题就是怎么样 要针对我们的理论进行对号入座 然后第三条 写答案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对答案进行一下梳理 最后进行一下复查 复查是什么意思 看看你的案例 看看你的点都写上了没有 你的点和案例结合的都准确不准确 这是我们案例的一些步骤和答题技巧 好 谢谢大家 我